欢迎小课堂 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鱼娘 近期有小伙伴吐槽 为什么小鱼娘做的都是线稿教程 没有上色教程呀 那当然是为了让大家先打好基础 再学习上色了 线稿画不对 上色也会不好看的哦 不过之前小鱼娘也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教大家如何搭配色彩 小伙伴们看过后纷纷表示 颜色配好了 那怎么上呢 那当然是啊 哦 所以啊 本期视频呢 小鱼娘就来教大家 给头像上色的正确步骤 既然要上色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先画一个头像 关于头像画质的方法 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教过大家了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先补习一下哦 画好头像线稿后 接下来我们先铺上底色 我们可以取这个色像范围内的颜色 作为人物的肤色 填色的时候 最好多分几个涂层 千万别单涂层硬化 有些大佬单涂层绘画 是因为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 对于新手来说 别人又不看你的绘画过程 只看到结果而已 一旦出现错误 很有可能无法挽回 所以十年夜内老司机告诉你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同学们 学啥都行 千万别学这个哦 至于如何分涂层 我们这里可以按一个颜色 一个涂层的方式来划分 例如头发一个涂层 皮肤一个涂层 眼眶一个涂层 眼白 眼珠 各一个涂层 衣服因为也是白色 所以可以跟眼白 共用一个涂层 大概就是这样的原理 接着要给头发 皮肤的涂层 加一个渐变效果 比如头发 我们可以选取固有色的临近色 来丰富渐变 如果固有色是蓝色 那么便可以选取紫色和青色 而脸部的皮肤 不像头发那样 会有光炸变色效应 所以不能再取临近色了 因为光透过蓝色的头发后 会变成蓝光 蓝光照射在淡红色的皮肤上 会融合变成淡紫色 所以我们可以在刘海下方 脖子后方等位置 添加紫色的渐变 再顺便画个面部的红韵 注意 这里我们只是增加颜色的丰富度 并不是绘制阴影 所以渐变色不用降低明度哦 这之后是画阴影 我们还是新建一个涂层 创建剪切蒙版 混合模式调整叠加 然后取比固有色更冷的颜色 来绘制阴影 因为头发是蓝色 相比起来紫色会更冷 所以我们选取紫色 并且因为叠加涂层的属性特征 我们需要取深一点的颜色 大概取这一块 而头发阴影的绘制要点 就是顺着每一根头发线条 画出长长的三角形 像这样 叠加模式会根据底下涂层的颜色 自动变色 你会发现 虽然你没换过色 但是画出来 却是不同的颜色 非常人性化 然后是第二层阴影 依然是用叠加涂层 不改颜色 继续绘制画面中更暗的区域 比如内层头发和边缘部分 之前有同学提问 阴影需要上几层 其实 这主要看绘画的风格 赛鲁鲁鲁当常会上一到三层 越多就越细致 但也会失去简约美 厚图和写实则没有层数这个概念 因为它们的阴影通常会过度成渐变 变成无限多的层 接下来是皮肤的阴影 一般在头发底下 眼皮底下 耳朵下嘴唇和下巴脖子这几个区域 要是觉得颜色不够深 可以试试再加一层叠加涂层 阴影全部挥持完成后 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 为画面注入高光 此时根据我的观察 现在画面上全是冷色 没有冷卵对比啊 所以可以把高光颜色变成暖色 比如这里就选用淡黄色吧 然后画高光时 有很多种画法 可以呈点就像这样 可以呈片状就像这样 但不论什么画法 它们总会在这个弧形范围内 我们可以先大致画出弧形范围 然后慢慢修改成 有很多锯齿的样子 下一步是个眼睛上色 对了 之前那个视频 说点赞过签出眼睛的上色教程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不过 这样就不能算我哥了 总之 这里就先演示一种眼睛上色过程 具体技巧 大家可以期待以后的视频哦 最后再进行一波 整体的调色优化 一个简单又枯弦的赛露露上色就完成了 怎么样 小伙伴们的手都会了吗 如果想给身体和衣服上色 也可以参考给头像上色的一些技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